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有必要播客 有必要播客是一個每週一集的播客節目 在這裡面我們會討論各式各樣的 加密貨幣 NFT 和區塊鏈技術 然後在這個播客節目 我們會來分享各式各樣 剛融資完的項目和公司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 加密貨幣是一個很好斜槓的地方 給大家很多的機會 因為它不會去看你的膚色 你的學歷或是你的性別 我們看到很多在幣線工作的人 設置於就是用一個卡通的圖像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來介紹這個 其中我也來討論 像是近期的一些新聞 跟一些經驗的分享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那我們開始吧 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有必要播客嗎 今天呢 又是一個 美好的一天 沒有錯 比特幣即將 感覺 要突破 十萬美金了 沒錯 經過了好幾個月 我們終於又要回到40k mark 那其實我覺得以往都是這樣 就是來到這種年底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好的行情 是為這種 you know Christmas hype right 那 夜代節快到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計畫 那如果 沒計畫的話或是有計畫 沒計畫的話或是有計畫 記得12月12號可以來到這個台北區塊鏈州的一個小活動 那就是我們舉辦的這個curve event 那這個活動呢 我們現在 呃 還蠻多人報名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然後 也沒有很多啊 就我覺得剛好 然後 也邀請了很多項目方 也幫大家這個 撲了一些羊毛 分享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話 在12月12號 早上11點到下午5點 可以來到 台北大直 呃 參加我們這個小活動 對 那 呃 呃 記得 要購票 然後呢 把你的以太坊地址傳輸給我們 我們就會 呃 請項目方呢 把NFT發送到你的地址裡喔 所以說 如果你想要獲得 Ziverse NFT的話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說 你的這個 Email 呃 就是要去註冊 Ziverse這個遊戲 然後呢 綁定的 呃 錢包 應該是要你 接受Ziverse NFT 是同一個錢包 不然你這個遊戲也是看不到 如果說 你是綁定錯的錢包的話 就必須要用那個錢包 再綁定在遊戲裡面 才有辦法 就是接受NFT 因為他是跟著 以太坊 呃 NFT的 而不是跟著你的 Email 所以你要有Email 然後綁定才行 好 那 另外我們今天也有很多新聞 然後也分享一些 好玩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呢 呃 呃先開始講項目 因為很多人說 Chris 你太久沒講項目了 所以我們今天 就先從項目開始 那市場看起來非常好啊 因為我其實在周一的時候 有拍一集講說 呃 帝安 Research 就是帝安的這個研究 獨立團隊 他們講說 呃 鏈油呢 是今年 呃 他們最看好的一個市場之一 呃 這個在融資上面啦 就是說有了大 融了大概6億5千萬美金左右 86個項目 那 應該不是說他們最看好 是說表現最好的融資項目之一 在 在他們這個生態裡面 呃 整個Crypto生態裡面 那 我覺得還蠻驚訝 因為其實我們 很多這種鏈油的Portfolio 我感覺都沒有融的那麼容易 那反而 這居然有很多項目 那 Ziverse也在其中喔 對 所以很高興 那 我週一的時候也介紹了Pixel這個項目 呃 那時候介紹的時候0.7以臺 現在已經炒到1.4以臺 所以我覺得 也算抓對時機跟大家介紹 包括我們上次講Flip啊 Ordi啊 這些 那這種東西 我覺得長期還是可以看 但是呢 短期 你有聽到你決定參與 這是好事情 但是 呃 然後你要什麼時候賣掉獲利 也是你可以進行決定 我們目標還是給大家最新的這些 呃 資料啊最新的這些訊息 這樣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 這個 Podium 好 Podium呢 融了214萬美金的這個總子輪 呃 投資方呢是這個Fabric Venture跟這個Safirmium 還有SeaCamp 然後呢 然後呢他們是一個這個NFT的工具平台 啊專注於在 啊專注於在球賽 啊專注於在球賽 另外一個項目呢是Club3 它是一個Web3的跨鏈社區 啊交互平台喔 融了300萬美金的總子輪 投資方呢有Link VC跟Digi Phoenix Oh my 這是一個交易所 第三個呢是Fibto 它是一個Payment 和這個國庫管理 啊平台喔 然後融了1600萬美金的總子輪 Oh my god 這估計可能上億喔 投資方呢是Serena Capital 啊還有Moltier Venture 第四個呢是Para Para是一個這個 啊 Non-Custodial Algorand Wallet 是Algorand這條鏈上的一個錢包 然後呢 Non-Custodial意思就是它不會去 沒辦法控制到你的這個錢 那Custodial Wallet像Cybavo Cybavo啊那種就是會 它是幫你管理的 或是像是Bitgo 那就叫Custodial 那這個就是Non-Custodial 然後呢融了 那有些是Non-Custodial的 也有Custodial 就一家公司兩種都可以服務 好它融的金額沒有公佈 投資方是Arrington Capital DWF Labs Borderless 跟Algorand Foundation 第五個是Pafin 它是一個Web3的這個 金融服務公司 融資金額沒有公佈 然後呢 投資方呢由DG Daiwa Venture MZ Web3 跟Sony Innovation Fund 好再來呢是ProsperX 它是個去中心化的這個交易平台 裡面有這個RWA跟AI 投資方呢是這個Magnus Capital 投資金還沒有公佈 再來是OniDust 它是一個Web3的 這種Contribution平台 就是你可以Contribute一些方式 可能像Gitcoin這樣子 OniDust搞得很像OniFin 融了300萬美金的這個總子輪 投資方呢有Fabric Venture State Capital First 跟Ergodic Capital 再來呢有Bastion 它這個是專注於 區塊鏈技術的公司 這個應該是幫助很多企業 這個使用區塊鏈技術 融了2500萬美金的Funding輪 投資方有A6Z Crypto Laser Digital Robot Venture 和Not Boring Capital 對 再來呢有 Not Boring Capital的名字蠻好聽的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Leverify Lever這個項目好像已經上了帝安的樣子 它是一個槓桿平台 這樣子有點類似GMX PERP這些的 DYDX 融了500萬美金的策略輪 投資方是Unicornverse 再來呢是Bubble Maps 這個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他們是做這個分析數據的 看這些比如說推特的這個動態啊 或是呢鏈上的動態這樣子 有點類似Nanson AI 我那一陣子投了很多類似這種公司 雖然這種公司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要獲利通常要等它被收購或是發幣 這樣上市就很難嘛 所以我覺得經過Nanson和很多Looks on Chain啊這些協議 我都覺得就是它要出場 還是有一段時間 但是很好的方式是它可以變成這種策略 就是說如果你投了它 可以變相推廣你的產品也是一件事情喔 講像Looks on Chain我就覺得不錯在這裡 好它是一個這個新創專注於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鏈上數據 他們融了320萬美金的總子輪 投資方呢有這個 漢測資本 Momentum 6 Avalanche Paka 跟State Capital 好最後呢有Chamber 它是一個這個 也是專注於 保護你數據資產的 這個數位資產的公司 也是專門服務這些企業的 就我覺得企業他們的問題在說 他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錢包 很多人說為什麼企業不能直接去BIM買幣 其實他們都有Protocol的 所以說 這為什麼ETF這麼重要 這個法人然後還有一些機構 尤其大型機構 它是不能去註冊 就是交易所賬號 然後直接去購買這樣 或是對他們來講的那樣子 是不合乎這種正常的做法 那有些當然是可以跳過 如果你是獨資 或是你控制大部分的這個資金 像MicroStrategy這樣子 但是說如果像很多企業 他買完這些Bitcoin 他需要有地方管 那他為了要把部分的風險 轉移出去的話 他會去使用 這種第三方的托款機構 對 那今天講的這一家 他的投資方有USV 就是知名的Union Square Venture 跟Founder Collective 跟Proof Group 好了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項目了 今天又是週五耶 對我上週五跟火幣吃飯 這週五要跟這個OK吃飯 好像是好像是七點 我上週超級遲到 但我不想要遲到 那是因為呢 為了聽眾們 我拍那個博客拍太久 然後我到時候只能吃甜點 但我後來還是跟那個 火幣的人聊很久 然後後來也有約出來 多認識一下火幣這樣 然後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今天呢 可以去認識OK的人 然後呢 我們之前也跟OK吃過飯 幾次 然後真的都是 我真的覺得 他們人都非常好 然後呢 希望未來必安也可以約我去吃飯 好了 那我們今天要聊什麼 主要我覺得我想延伸 上週討論的那個 積分經濟模型 就是Point Economic 那我寫了一篇 在推特上面講解Point Economic 跟代幣經濟模型的差別 然後為何Point Economic 會是越來越多項目使用的 最近很多項目 尤其我們的Portfolio 回來跟我講 Chris 我當時應該要聽你這樣講 然後我就說 Exactly You know what I told you so 然後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在 三四月的時候 跟很多項目講說 可以用這個Point 積分方式 那大家可能看到有結果 介紹Portfolio 開始有用這種東西 因為我從Blur身上學到的是 我覺得Point這種方式 可以大幅的提升 這個挖礦體驗 雖然呢 不再是我們之前看到的挖題賣 但是呢 它可以讓用戶呢 多一種選擇 對 你可以變成是說 我今天不再需要 每個區塊獲得多少獎勵 然後知道我的APY 反而我可以用一種 不知道APY的情況下 來去挖 那這種就有所謂的 Game Theory在裡面 就是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挖 還是不要挖 有點PUA的感覺 但是反而這樣子 可以大幅的降低賣壓 尤其在挖礦的那個 Season裡面 所以我們看Blur 其實在挖礦過程中 是沒有任何賣壓 只有挖完拿到代幣後 用戶才會選擇說 我到底要不要賣 但這個過程可能 Blur又出了一個新產品 比如說他們如果 這個Season結束 Let's say 明年5月或6月 然後Blur上線 他就跟你講 你要拿到這個空頭 你必須再鎖 Blur 哇靠 那就突然 大家又要鎖進去 所以 全新的這種代幣進去模型 已經不是大家以前想說 喔 這樣又叫我鎖 這樣又叫我鎖 喔 好久好累喔 其實我覺得完全就是 我不需要跟你講規則 你要參加你就參加 這樣子 那 因為可能很多項目方 意識到說 社區不是真的為他好 很多人會被社區PUA 就是說你趕快解鎖啦 你要講清楚 我要去告你 我要去報警啊 這樣子 但很多項目 漸漸的發現 就是被社區 拉著鼻子走的時候 有時候會走向滅亡 對 社區發案沒有用的時候 玩玩你了 就不理你了 對 所以 因為這也不是我講的 就是太多項目方這樣講 對 但也有很多社區說 項目方Rug pull 對 所以 就是各種社區會PUA 就你 你好像發了B 你這一生都得跟這個B 走在一起 對 然後導致覺得說 欸 項目方壓力都很大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看到項目方的打法會越來越不一樣 那Blur就是第一槍嘛 Blast是這樣 你看連Gitbook都沒有寫 白皮書也沒有用 為什麼 為什麼他需要寫 為什麼他需要跟你講 你值得知道嗎 他有點像這樣子 對 那 你可能就說 靠那我不挖 好 那你別挖 對 他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項目 這樣 我今天才跟另外一個 也是融2500萬美金的項目 也是我們很早期投入的項目 然後他們也說他們要打這種方式 因為他們發現說 你講清楚 只會有一部分的人來挖 然後這一部分的人來挖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本就是 這個如毛黨嘛 然後他們不是有真正的 這個感情價值在裡面的 所謂感情價值就是說 他不會 就是在你down的時候 幣價跌的時候 再來買 再來支持 反而他就是 挖挖挖挖挖 然後再早期PUA 你就說 欸 因為很多 我之前有講過就很多這種基金 是有在這種專業辱毛的 很多人聽到辱毛黨會覺得很圖狗啊 就是大家一群人在網咖 或是看起來像網咖的辦公室 是有這樣子的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辱毛黨 是基金創立的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 Tier 1、Tier 2、Tier 3的基金 他們 因為很多基金裡面 會有這種做事商嘛 或是這種quant trading 現在越來越多的基金 是有這個辱毛黨在裡面的 然後他的做法就是說 他可能融1000萬美金或5000萬美金 這些錢呢 就全部都是去跟公鏈啊 跟項目方去談這些deal 然後就說 那我先提供1000萬美金進去 幫你做比較好的數字出來 然後你有多少的必要給我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現在到處了 現在基本上辱毛三種方式啊 以基金等級的分三種 一種是呢 他投錢 然後他有名 他跟你換代幣 第二種呢 是他不是投錢喔 他只提供流動性 就是呢 存錢進去 但是這個他有風險嘛 你的協議可能會被攻擊 他可能錢會不見 對不對 他提供流動性 然後換你的代幣 第三種呢 是我們看到大型媒體會做 不是我這種小型媒體 大型媒體就是 寫文章 The Block Coin Decker Coin Decks 他會直接幫你安排一系列的文章 來換你一趴兩趴的代幣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基本上看到 專業辱毛是這三種在做的 然後 但是項目方也很聰明啊 他們不太會去選 次級的這些媒體或次級的基金 他們開始主要主推這幾個 顶 所以我發現很多頂級的基金 他可以延伸出很多的產品出來 來增加他的 這個收益 然後降低他的風險嘛 所謂的風險就是說 他不用投這麼多錢出去 對他可以把 一小撮的錢 就是多方利用 對不對 然後這些槓桿 對他來講基本沒風險 所以說我們看到越來越多這樣子 這個其實就讓很多項目方很困苦 因為他變成是說他給了代幣 然後呢 未來有極大的賣役 這個我們在Delphi Luna事件有看過嗎 因為他們之前有簽一些類似對賭協議 就是說我可以在多少價格去獲得到Luna 不管在什麼時候 對所以 這個導致說很多人可以一直用這種價格去購置 那這個事情在web area也出現過 大家可以去看Elon Musk跟特斯拉的這個協議嗎 他那個協議也是說 Elon Musk在幾年幾年內達到多少KPI 可以用多少價格去購買 對所以他永遠都是用低於市場上 90%甚至於99%的價格去買 Tesla的這個股票 對 所以 嗯 那他只要達到某樣的KPI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市場上這樣子的東西 也有可能導致一個項目出現問題 所以反而是一些 呃這種OG的DeFi項目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 呃要賣的人已經賣完了 想要 想要偷雞的人偷完了 對想要撸的人也撸完了 那我們這次在Blast裡面看到的事情是什麼 他的做法就是說 我會給你積分 呃我會給你紅利 我會給你分享的這個加分 那要不要做你去決定這樣 那我們看到是什麼 就是一堆人衝去做 因為 我覺得市場上啊 他們怎麼說呢 就是大家有點像Attic 你知道Attic就是引君子 大家就喜歡投錢 我之前講過就是說 為什麼 欸很多人說 為什麼很多基金會投到很狗屎的項目 對就包括我自己 就是我覺得 基金的圈子 你的投資圈子裡面 有所謂的peer pressure 就是有點像 你在一般的好學生裡面 對有一般頂級的學生 他可能像神人一樣在那裡 但是呢 呃 你也會想要成為那個 然後你同時也會想要在他旁邊輔助 就是會有這種peer pressure 對 然後他投了 你基本上就不會想太多 你也會跟著投 那市場上面就是有幾個這樣子的 呃 領頭羊的基金 對 然後 所以說大家會有這種 覺得說欸誰投就怎麼樣 我跟你講太多 呃 就是 Tier 2 Tier 3的人會跟我講 欸 叉叉叉有沒有投 叉叉叉有沒有投 這樣子 那 呃 這有好有壞 所以說導致大家就是 假如叉叉叉投 你就會投 呃 設置於不會做太多的滴滴 因為 滴滴的其中一部分 也會是看 誰誰誰有沒有投 誰誰有投 就算滴滴沒有過 呃 也可能是因為誰誰誰投你就去投 這樣 也導致說大家會投很快 那 呃 在 所以這就有很多盲點 那也 也至於說為什麼我們看到這次 Blast的這個積分的這種 呃 經濟模型讓很多人衝進去 因為我們看到叉叉叉也衝進去了 但 這一次Blast的打法它是單響的 所以你存進去 你基本上就要等到它主網上線才能出來 對 那 也是一樣用這種曖昧目名的方式 所以說欸 別人進去了 你要不要進去 你不進去 沒關係 那別人還是會進去 我上週 波克有講到說 呃 已經有很多項目在Blast上面開發了 然後我這週又認識到更多 而且已經有一個Blast Developer Group 就是 就是很多人在上面開發 呃 我覺得他們打法會跟 Obitrum跟 這個 Optimism 還有 Said Suite 非常不一樣 像我們注意看Said跟Aptos的打法 他們做法是他們給很多grants 然後去吸引很多不同項目在上面開發 這個核心問題是說這些項目它能不能撐那麼久在上面開發 第二點就是說他們本身搖融資嗎 他們可能撐不下去 第三點說這些項目因為它撐不下去 他會把他的代幣呢 呃 激勵用戶 然後用於讓自己存活下去 而不是用於讓生態成長 那這就有點像我們在想 呃 比如說Apple在設計iPhone 他會有這個製造商嘛 他會有這個這個營運 然後呢銷售的這些經銷商的 那如果說Apple全部都拿在迴響下的話 他其實收益就增高很多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會是authorized dealer 跟他自己直營的這些點 那呃這樣才能增加收益 然後不會被其他這些經銷商綁住 然後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大品牌是這樣子嘛 包括像Costco 台灣的Costco經營權現在也被拿回去了 所以我覺得呃 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這種供鏈喔 他不再是把這些呃 比如說借貸 啊比如說DEX 比如說這個NFT平台 這些交易平台 給其他項目 然後呢 那個給Grant 吸引他們上去做 反而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 這些平台呢 決定說自己去直營 去做這些事情 那這樣子呢 他更好去 呃分配他的代幣 來去呃這個 壯大他的生態喔 他就不會是說 喔我今天要求誰誰誰 然後進來 然後呢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 我認為Boss現在在 在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很多現在在討厭要在上面開發的 其實呃 我覺得大多還是只是把想法給過去嘛 然後最後很有可能是Boss他們自己來決定這麼做 或是呢他們參與進去然後控制代幣 我覺得也很合理 因為最成功的案例應該就是Curve跟Convex吧 因為Curve跟Convex呢 他們就是一個共生體 對 Convex沒有Curve國不下去 Curve沒有Convex也可能會表現得不好 所以這個我們在呃其他供鏈上面看到 但是不會這麼明顯 比如說Radeon他是因為Opertron起來 但是他不會因為Opertron倒了他就不繼續做 他會去必然連 事實上他也去了 GMX也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很多供鏈他們的打法也會落後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Optimism跟Opertron 他現在只能算是Layer 2的1.0了 Blast則是Layer 2的2.0 然後會改寫我們現在對於進行項目的方式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每個項目只能發行一個代幣 但是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我們不能用傳統的商品啊 或是傳統的這種 Security的方式來看待代幣進行模型 因為他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商品 對他是一個全新的經濟體 呃是代幣經濟模型 那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項目 他會走發行代幣 那每次講到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說什麼 很用33啊 或者Ponzie 很簡單的幾句話帶過 那我就覺得很傻 因為他們沒有真的去了解說 為何要這麼做 對他覺得說一個代幣就是一切錯 他要了解這整個target audience 他要整個了解這個用戶的習性 用戶的做法 很多人還是把它看成是股票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想說 它是如何去intertwine 如何去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不是這樣子 對我們看到 不管是在Curve生態有各種代幣 他的intertwine的方式 跟單純的一個必勞去做 是完全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 Sushi Shop最早期的時候 就做了四五件事情 期貨也做 Launchpad也做 借貸也做 NFT平台也做 對不對 他只用一種代幣 但只有拉到代幣價值上升 沒有 因為大家沒有任何的凝聚力 大家沒有覺得說 有了這個我代幣我就願意去買 反而是我們看到 Sushi後來團隊解散後 出來做的Abracadabra 就暴衝 所以大家變成是說 我願意更進去 這就有點像是 我們看到有些公司太大了 它變成分子公司 然後這些子公司也都上市 那你就可以去決定說 你認為哪一個是你適合進去 適合買的股票 你會參與進去 對不對 同樣我們看到 在Curve生態裡面也是 越來越多這些Sembiosus出現 你喜歡Connect Fitness 你去 你喜歡Aladdin 你去 你喜歡Concentrator 你去 你喜歡Clever 你去 你喜歡FXN 你去 你喜歡Convex 你去 你喜歡Lobby 你喜歡Onco 你喜歡Zunami 你喜歡Napier 你喜歡Focus 你可以選擇一個 你想要的生態而進去 然後參與到 然後它都是跟Curve intertwined在裡面 所以每一個這些項目 它都會有一些特定的做法 來激勵整個社區 然後最後把價值帶回到Curve 因為Curve最需要的是什麼TVL 它最需要的是什麼 夠大的TVL來增加它的交易量 它需要的是什麼 增加它的minting 然後整體的廢人效應 對 以太坊也是正在發生類似的事情 以太坊有什麼 以太坊需要的是節點驗證 才能確保以太坊的安全 這節點驗證 光靠節點驗證的獎勵夠嗎 不夠 因為它只有5% 所以我們出現Lido 出現Rocket Pool 出現了Frax 用它們的代表來激勵這個 那你會說這是Ponzie嗎 你會說這是Sansa 不會嗎 它有點像是 今天有個礦場 對不對 然後整個經濟體需要黃金 我們可以想以前那種 印加王國 或是用以前黃金很 這個 就是大家都用黃金 像埃及的時候 或是非洲的一些國王 那時候用黃金 有了黃金後 是不是要有礦工們去開採 那就是礦工公司這樣子 Lido就是這些礦工公司 它去挖採這個礦 需要黃金這個整個 這個整個國家才能運行 同樣的以太坊是一個大礦 那以太坊這些礦呢 需要有人去維持 整個以太坊經濟才會安全 對才會有它的經濟體系 所以呢有了Lido 這些不同的節點驗證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獨立開一個節點 來去挖嘛 那挖的就會比較慢 然後透過這些呢 欸這些節點驗證的 挖出來的這些礦 那又需要 refinery 對不對 需要 refinery 的話就會變得有像PRISMA PANDO的這些第三層的項目的出現 來把它整個經營起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正在看到 the beginning of a lot of these type of economic design 在crypto裡面 所以只有抓住重點的 只有了解的人才會獲得到這邊最大的紅利 對所以我其實整個熊市 我講了LSD講了很久 我講了GameFi講了很久 對我參與到比如像Pixel 對參與到Mavia Z-Verse 在煉油上面的地方 欸在這個LSD EigenLayer Stata Puffer Prisma 對我覺得每個東西你一定要知道 然後看參與 不然你會後悔這樣 所以另外我們講講GameFi 這幾天GameFi土地暴漲了 Pixel我們講完暴漲 Heroes of Mafia土地暴漲 然後最近Z-Verse土地要開始銷售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不能直接看說 哇Steppen爆了 Axion Infinity爆了 我去了好多各種的那種會議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好封閉 好像覺得他們什麼都懂 I think it's retarded 因為他們不去想更新的方式 然後永遠就卡在自己的圈子裡面 然後就受到影響 It's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to explore and learn and take in new idea 我常常跟很多項目去聊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 Oh make sense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對原來可以這樣子 原來可以這麼做 對所以我去看這些項目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說 Oh這不可能Axion沒成功 Step1沒成 你怎麼可能成功錯 我用全線方式來看 我在上上一集的時候有講過 就是說你不要用你的Web2的遊戲的觀念說 我這一生都打遊戲 我也這一生打遊戲 但每一個人打遊戲不一樣 我在介紹像Terraria的時候 或是Boulder最早期的版本的時候 很多人都沒有玩過 但是那些遊戲都有上百萬上千人玩 所以不會只是所有人都在玩Red Dead Redemption 不會所有人都只玩GTA5 不會所有人只玩CS 不會所有人只玩WOW Wall of Warcraft 不會所有人只玩StarCraft 不會所有人只玩Cyberpunk Elden Ring 很多人喜歡玩Fall Guy 很多人喜歡玩Minecraft 很多人喜歡Roblox 有各式各樣的遊戲 所以我們不能每次在看鏈遊的時候就說 你一定要做到三個一等級的 不然我去玩Web2遊戲 That is wrong I tell you 有些遊戲 像我自己 因為投很多不同公司跟基金 我投的一家遊戲基金 它就專門做Indie Game 它只服務一萬個玩家 但這樣子它就賺保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這些玩家都可以在大部分大眾玩家 六個月前的時候就玩到 然後它每次都是用眾籌的形式 So the world is so big So so big Right 所以我常跟很多基金 我都是 因為我現在覺得我跟很多基金 在現在大老聊的時候 我都是打破他們觀念 就是說 Don't be stupid 不要每次跟我講說 你要去非洲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自己也 我剛剛講了很多addict 我自己的投資引金子 那種感覺 就一直要投資 所以我投很多公司 就說它去拓展非洲市場 越南市場 這樣子對 說那邊有幾百人 No fuck that man 我根本不覺得要去找一百萬人 你有一萬個 dedicated user Then you're Gucci You know You're good 從那邊再慢慢起來 對 你不需要有 You know 五百萬 一千萬 這麼大的市場 很多時候人家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人是 You know Stupid 然後我有時候會當面講 Don't be dumb You know I've been in this market for so long 慢慢的去衝 像Pixel 我們那個跟Pixel Founder在講 他們有90萬用我 我就說 其實90萬很不錯 但其實它真正的鏈上數據 大概靠差不多900人 這900人的消費力 撐起整個 那speculator就會進來了 所以很多鏈上數據 你可以看到它整體的交易量 就會有幾十萬人進來消費 但這幾十萬人 絕對不是主力消費 900人就是主力消費的人 所以很核心在不管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到這些人 對 如果我們來看Curve 或是Prisma 我們看Prisma 4億美金的流動性提供者 最大的就200人 那這200人呢 就讓所有人可以參與到Prisma 這個產品裡面 所以 You kind of have to really You know focus and figure out Who's that 200 people that you need Right 所以 要了解這個 然後慢慢的去想 真的不要太多被砸音 影響到 然後慢慢的去搜尋 你需要的那幾個人 對 然後 最終 我覺得很多項目的時候 記得把估值設好 不要亂設估值 所以 很多項目來找我 的時候 哇靠 你沒經驗 給我設500萬美金 3000萬美金 2000萬美金 Fuck that man No one's gonna come in 對 You gotta set Your stuff correctly Build up your trust 然後 If you wanna build a company Leave your comfort zone 就是不要在你的圈圈裡面 離開那個圈圈 跳出那個圈 因為你永遠可以回來 你這個圈圈 你先跳到另外一個圈圈 影響另外一個新的圈圈的人 而且知道 全新的圈圈 可能語言都不一樣 然後你再回來 因為你的小圈隨時 你可以跳回來 這樣 好了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新聞喔 不然我帶OK的晚餐又要無法到 避案12月中止對這個BUSD穩定幣的支援喔 然後呢這個我們現在知道他們已經逐步的淘汰掉 Paxel聲明表示他們將繼續支援BUSD至少2024年2月之前可輸回 此舉是因為紐約金融服務部在2月要求Paxel停止發行BUSD 沒有錯我最喜歡的穩定幣之一停下來了 但是他們也有新的一個穩定幣來做這個replacement DYDX呢將解鎖價值5億美元的代幣佔總供應量的30% 這個我們週一也講過 那這個事情也準備要發生 也就是今天喔 Solana MEV開發者Gito推出了治理代幣 叫做Gito Network 旨在減緩最大可提取價值Solana的負面影響 透過出這個代幣Gito Foundation賦予社區成員 直接影響Gito Network的決策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呢 新任的Binance首席秩序官Richard Ten 在取代CZ以後首篇播客中 講解了對加密貨幣交易所的願景 強調對監管合作的承諾 趙長峰在西雅爾圖法庭承認違法美國銀行保密法 而辭去CEO 同時願意支付5千萬美元罰款 Binance向美國則達成和解支付43億美元罰款 這是有史以來 美國歷史最大企業和解之一 而且你知道他們是沒有在虧任何錢的情況下 做這件事情就很瘋狂 我們看一下之前的Madoff那件事件 是真的把他幹走 別人一大堆錢都沒有罰這麼多錢 所以我真的覺得 唉 就是帶牌的這個黑道就這樣 法官也表示趙長峰目前無法在判刑前返回阿聯酋 這個也是確定的 然後呢 Arthur Hayes 就是看法跟我一樣 就是荒謬 這個怎麼可以這樣子對CZ 對就是說 前BinMix首席執行官Arthur Hayes 在Substack帳戶上表示 美國對待币安其創始人趙長峰的方式 是因為這對傳統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 構成威脅 他指出上周對币安的罰款 相較於傳統金融的機構是荒謬的 凸顯了美國 凸顯了這個國家懲罰的武斷性 好 再來還有什麼 A.I. Vitalic 以太坊創始人說 人工智慧可能超越人類成為頂級物種 然後呢 還有什麼 共和黨內部領導鬥爭延遲了美國加密貨幣法案 直到2024年 還有Coinbase呢 股價創下18個月來最高點 截止11月27號收盤價為119.77美元 年初漲到現在約2.56倍 但仍比2021年歷史最高價下跌了65% 歷史最高價是343美元 我跟你講Coin真的是很猛 CoinLink升級了4500萬枚LINK的鎖倉機制 CoinLink升級了其原生鎖倉機制 推出了CoinLink Staking V0.2版 將鎖倉規模擴大至4500萬顆LINK 現有V0.1的鎖倉可在為期9天的優先遷移 將鎖倉和獎勵 遷移到新版本 此舉是CoinLink的經濟2.0計畫的一部分 旨在提升網路安全性透過擴大鎖倉池規模 佔當前流動性的總供應8% CoinLink希望吸引更多不同的LINK代幣持有者 鏈下是加密領域最廣泛使用的 預言機網路 就是CoinLink 鎖倉使LINK持有者支持預言機服務 並賺其獎勵 LINK首次上限時 僅能夠鎖倉以保護以太坊 USD的價格源 透過這方式獲得到正確的價格數據 CoinLink的創始人Sergei表示 新版本的鎖倉機制 會有引入新的安全功能 未來增長作為基礎 最後 MicroStrategy 老大Michael Saylor 又購入了價值5.933億美元的比特幣 可能透過新的股票發售 再籌資約7.5億美元 繼續購買 現在目前MicroStrategy擁有的比特幣 為174545枚 平均每枚的價格為3萬美金 所以它現在已經賺回來 Oh my god 超猛的 還有南韓將在2024年 中央銀行發行CBDC 將要10萬名市民參與 這是什麼中東 找到了 南韓計畫明年第一季度 開始運行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 涉及10萬名市民參與 該實驗計畫將由 韓國銀行BOK 和金融監管機構 FSC 以及金融監督委員會 FSS 聯合運作 OK Kraken聯合創始人表示 經歷過歷史性的 幣安合結後 加密貨幣將變得更加公平 然後呢 繼續補充 Netflix導演冒險挪用 400萬美元的Netflix預算投入狗狗幣 賺取2700萬美元 Netflix科幻系列Concrex導演 Carl Eric Rancho 據報導使用了 這個劇集預算中的400萬美元 讀狗狗幣 在過程中賺取2700萬美元 現在Netflix再提供1400萬 林奇 哇靠 他這樣沒有被抓啊 林奇希望Netflix再提供1400萬美元 報導指出 Netflix提供5500萬美元 預算中該 據尚未推出任何一集 而林奇將會把一部分資金投資股市 損失600萬美元後 將剩餘的400萬美元投入 Doits 最終在2021年月 清算時提出2700萬美元 哇靠 超強的 OK 講完了 這週新聞就是這樣子了 我們大概請小編 在剪輯的時候呢 會把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新聞呢 都放在這個播客上面 所以你剛剛在看我們講的 每一個新聞 這個螢幕上都會顯示出來 不會只嗅到我的臉 這樣大家也可以更好去理解 Alright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了 記得加密貨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呢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一週 我們繼續在币圈裡面的粉粥 12月12號見 Bye Bye 然後如果你今天在YouTube上看的話 你請幫我訂閱 然後把小鈴鐺點開 你就不會錯過 下一週 謝謝你 記得酷的趨勞進行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直播 你有學到新的東西 也幫我把影片給分享出去 趨勞進行的每日直播 是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五 都會講最新的區塊鏈的新聞 然後各種的加密貨幣 跟去中心化金融DeFi 我們明天見 Bye Bye